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五行中的木 其实五行中的木 他代表的是毛髮、骨头 还有内部的肝 也就是说你的八字里面 假如五行的木受伤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部分就是这几样会偏弱 会偏弱的一个情况 各位就会知道说 我这要在空间里面大量的怎样 去加强木 来去巩固我这边偏弱的地方 偏弱的地方 所以说在木来讲 各位你一定要知道 你假如在吊法 手脚受伤 或者你的肝处问题 就表示说你五行的木 已经在怎样受伤 这时候赶紧赶紧的 利用一些 利用一些什么五行 或者是直接看医生 把这一个部分调整好 调整好 这一些都是在身体上会跟你显现出来 你的木已经偏弱 当然身体在跟你讲 很快的运势就会跟着到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期会再见 拜拜